说什么王权富贵 怕什么戒律轻规 一个人想要在社会上飞起来赚大钱 一般有两种途径 一是有贵人相助 带你一起飞 举个例子 遇到一个富贵前辈 随便给你几个单子 赚不赚钱 已经不重要了 关键是你已经带着救生圈 把这个行业摸透了 以后就可以自己单飞了 二是跟你一起飞 很多人一开始没人带 不知道今后的路怎么走 不要怕 也很简单 你直接抄作业 你看看周围的人 和你做同样事情的人 有没有哪个很厉害的 你逢年过节零点老酒过去 套套近乎 你这种不求办事的纯友谊 别人是不会拒绝的 你就一件事情 看看他在干什么 这种人一天到晚在研究 他做什么 你就抄作业 我们叫做飞个小苍蝇 这办法 虽然简单 但也有个漏洞 你的眼光行不行 这就涉及一个难以启齿的痛点 你能不能看懂人家的套路 很多人的思维模式是 以自己为最聪明的水平线 然后点评这个 点评那个 遇到不顺心的事情 全部是别人的错 别人耽误你了 我以前就这个德性 后来 见多识广了 特别是和一些小老板混久了 我惊奇的发现 他们好像也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愚蠢 人家豪宅豪车配茅台 日子过得飞起来 蠢货能过上这样的生活吗 我就静下心来研究 我发现了一个小秘密 他们一般不是以自己为基准点 看待别人 而是以牛人的基准点 直接抄作业 这些人好像都发达了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啊